上海笑 桃桃兩岸潮 寶塵水浪跡 分享給演劇 今天我跟Luca要來討論的這部是 大俠胡金泉紀錄片 那因為這紀錄片非常的特別 因為在 算是資料非常的多 然後竹竹跨了好幾個世代 然後邀請來這邊受專訪 然後這個片子分成上下部 然後聽說整個籌備過程 足足四年半以上 所以這個觀影的過程當中 我跟Luca真的是學習受教非常的多 雖然說這位導演距離我們的年代 是有點久遠的 但是他一些經典作品 麥曉老師看了兩部 就是俠女跟龍門客棧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部 大俠胡金泉 到底他這個胡金泉導演一生中 為什麼在這個影壇有這麼樣卓著的貢獻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看的過程中 有得到什麼樣的體會跟啟發 那因為這個片子是Luca邀請我去看的 所以我們還是讓Luca來跟大家提點一下 大俠胡金泉紀錄片上下集 各自有哪一些觀看的重點 我必須說我覺得大俠胡金泉的觀影經驗非常的好 那我們的場次其實是因為他兩部片子加起來總共三個半小時 然後中間休息了十分鐘 但是其實在看的過程裡頭 你完全不會感覺到那個冗長 那甚至呢 因為他上下半部的重點不太一樣 那看到後來你就是會被深深的感動 那首先呢就是上半部的部分 他其實主要是在介紹胡金泉的藝術成就 那雖然說我們的確就是離胡金泉的時代非常的久遠了 那可能只是聽說他的名字而已 甚至如果以我來說的話 我甚至是連他是哪裡人我都並不是很理解 那這個部分呢會在胡金泉的這個大俠胡金泉的下半部的時候得到解答 所以我們就先講上半部 那他真的胡金泉是一個傳奇人物啦 他其實是最早在看成影展發光發熱的華人的電影工作者 他那個時候得的是技術獎項 那但是呢他到底技術哪裡厲害呢 就是如果大家有去看他的作品的話 我其實跟麥嫂一樣我也是只看了俠女跟羅門客棧 那為什麼會看這兩個電影呢 是因為金馬銀展每年都會有這樣子的經典重映的一個活動 等一下我要補充我還有看過俠傲江湖 這個一定要打臉自己一下 製片一定要看好 OK 沒有可是俠傲江湖的主創其實已經不算是他 應該說 對啦 因為他其實後半都有一些理念上的問題 不好意思插花了 對對對 這個我們後面可以再稍微講一下 因為其實紀錄片裡頭有帶到這件事情啦 那 那這個胡金全呢他他那個時候我那個時候就是透過這個金馬銀展的線上銀展 看了俠女跟龍門客棧這兩部片子喔 所以我是在電腦上看的 然後是YouTube的那種小螢幕 但是我覺得真的是好看極了喔 而且呢你就看 因為我覺得像這個金馬銀展的線上銀展的最有樂趣的就是看討論區 然後你就看討論區大家這樣討論的超熱烈的 你就覺得說這部片子怎麼有辦法拍的這麼好看 那他這個大俠胡金全的上半部就是在講胡金全的這個藝術手法 他就有講到呢比如說他的人物出場 每一個人的造型都非常的鮮明 那這個但是呢他最大的一個厲害的地方就是他有辦法把輕功拍的很好看 你看了那個俠女裡頭的畫面之後你就會覺得那胡長龍就只是照抄而已嘛 根本就是也沒有什麼做什麼多大的改進 光是照著拍就已經好看到不得了了齁 那更不用說他裡頭的一些預鏡啊調度啊 那真的是非常精彩 那個還有就是他的這個美術 他現場的搭景啊然後光線啊怎麼樣的拍 這個都很厲害 那再來就是講到那個招數的部分 那他其實是把舞蹈融入在招數裡頭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就會覺得有一種美感 但是呢以上我剛才講的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胡金全自己一個人做的 包括這個布景啊美術的布景啊然後武術指導也是他啊 他有多厲害他根本就沒有武術底子 可是武術指導這個職位是胡金全之後才有的 所以你就看他真的是全才 那他這個電影裡頭找了很多人來訪問 然後隨便講都是那種影劇圈的大咖 然後包括就是那個呃徐克 吳宇森 那吳宇森他就說他跟胡金全是怎麼結緣的呢 就是他曾經在胡金全的電影裡頭 一個當一個小靈眼 是這樣子出來的 然後他們就說呢就是講到胡金全都是滿滿的崇拜啊 那個大家都說我們都是胡金全學校出來的 然後還有包括像是徐峰 徐峰呢我們對他的認知就是他是一個製作人嘛 非常非常厲害的 然後呢也把很多的電影推到國際 但是他其實一開始是演員 他就是俠女本人齁 所以你就覺得說哇怎麼那麼厲害 那他還訪問了一個應該算是 嗯胡金全在台灣最重要的一個友人 就是他的男主角石卷 那他裡頭也有一些訪談很有趣啊 比如說他的鄭佩佩 大醉俠的女主角鄭佩佩 就嫌棄石卷說石卷上的女主角很醜啊 為什麼要找他當男主角呢齁 那但是胡金全自己有講啊 就是他覺得石卷有一股 呃書聲氣息 所以他就覺得說喔他很適合 呃來演這種大俠 就是文職彬彬 不是那種說動手就動手的那種人啊 那這個然後石卷也講了 他就說呢欸其實我在戲場 我在片場怎麼演戲 都是胡金全教我的欸 所以你看他連演技都包了 因為呢胡金全他本身就是演員出身的 他一開始在片場什麼事都做啊 所以也導致說他後來這片場裡頭 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有辦法做 然後他都可以就是隨手就那個下去做這樣子 那他一開始的時候就是打零工的內容 就是當演員 那甚至還演到比如說男二的這種角色喔 還蠻不簡單的喔 所以石卷就說我的演技也全部都是他交給我的 有的時候我覺得他演得比我好喔 呃所以這個胡金全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傳奇性的 人物啦不過呢他 呃甚至呢裡面的 我忘記是徐克還是吳宇森講的齁 就是在講說呢他覺得 呃龍門客棧就是 呃2001太空漫遊 就是霧霞電影裡頭的2001太空漫遊齁 他說他呢在拍其他的片子的時候 都常常會重新看龍門客棧這一部片子齁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形容非常的貼切 只不過呢呃跟這個庫伯利克相比 庫伯利克他是什麼類型 他都可以拍出經典喔 那但是胡金全呢他就非常的限定 他就是把武俠這個類別發揚的就是發揚光大 可以這樣子講喔 那但是也是有點可惜就是說在胡金全之後 其實沒有人可以承接的承接他這樣子的一個美術成就喔 那一直到後面出現了李安然後拍了沃湖長龍 可是李安呢他基本上他也是比較像庫伯利克這種型的 就是他會去玩任何的類型 他比較不會我就鎖定在武俠這件事情上面 所以呢大俠胡金全的上半部就是在告訴我你 胡金全是一個多麼厲害的導演 然後他把武俠這個藝術發展的非常的淋漓盡致 才有後面港產片的那些那些譬如說笑傲江湖啊那些作品的產生喔 那這個是上半部 那下半部呢就開始講胡金全這個人他的生平 因為剛才我有講啦就是我們對胡金全的印象通常都只是他的名字 還有他的作品 那我們可能知道說喔他的這個武俠片是在譬如說火焰山苗栗拍的 然後或者是在花蓮拍的 或是在哪裡拍的 知道他在台灣各地取景 可是胡金全是不是台灣人 不是他不是台灣人 他其實是中國人 那但是呢因為逃難的關係就逃到了香港去了 他本來是大胡人家的小孩 但是呢到香港之後呢身無分文 所以什麼事情都做 只要可以賺錢他都願意去做 所以他那個時候其實是這樣子開始的 有時候在報社打一點小林工啊 洗寫文章畫畫圖 所以就表示說後來他在這個片場的時候 那些場景的圖也全部都是他自己畫的喔 那也算是無師自通啊非常厲害 那後來呢就是漸漸的覺得電影很有趣 所以呢就跑去片場喔 然後他也是認識什麼李漢翔之類的這些導演啊 他們就有幾個就是片場的一些才子們這樣子 那他一開始的時候是演戲 後來呢就覺得說欸他好像可以當導演這樣子 那他在演藝圈裡頭有非常非常多的徒子徒孫 很多人都是一路跟著他 然後也就是跟他一樣什麼事都做 比如說一下子演戲 那個一下子又跑去做場記什麼的 那裡頭就是秦沛那個演員他就是這樣子 還有洪金寶啦 對洪金寶也是 一開始就是他在裡頭演一個小角色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演了 然後呢演到他變成這個獨當一面的武俠明星 所以他就是帶出非常非常多的人 那但是呢他就是反正後來因為一些製作上的意見不同 他覺得他是在拍電影 然後他精雕細作這樣子的藝術片 但是出資的人當然會覺得說 你就是趕快複製啊 複製下一部俠女複製下一部龍門客棧 我要看到票房 那所以他有一些製作理念的一些不合 所以後來他就比較常常跑到就是美國 他就是移居到美國這樣子 所以你看他的人生有一點漂泊 比如說他從中國到香港 然後在香港這邊發展了之後呢 有的時候去台灣拍片 那他可能在美國又認識一些人 認識一些作家等等的藝術家 然後就是這幾個地方跑來跑去這樣子 那但是一旦創作陷入了瓶頸 就有一點慘喔 所以到後來他等於是說 一直在這幾個地方輾轉 然後希望可以籌到拍片的資金 那他一直心心念念想要拍的一部就是滑工血淚史 但是大家一聽這個滑工血淚史就 這個題材就會覺得說應該不會賣 而且他是希望可以有美國的片場來出資 那當然這件事情也不太順利 我覺得好險沒有拍成欸 我覺得如果有拍成可能就是災難 我覺得 好我覺得事後知名來看 就算拍成是一個災難 我覺得也是了卻了胡金全的一樁心願 對啊因為他好容易找到周恩發來拍嘛 就有點像是那時候我們在看那個 你最喜歡的油豆腐司機 他說如果殺丘給他來拍那也是會變災難啊 就是他們雖然是藝術家 但是就是基本上食不我語啦 就是藝術家都有他的一些很堅持的地方 然後他就是不容妥協 比如說像我看完這紀錄片 我就覺得有點像是我三年前 在看千年一問的那個感覺一樣 因為鄭文也是一個這樣食不我語的一個藝術家 那倒是他最後往生了之後 也算是蠻急促就往生了 而且鄭文是更年輕了50多歲就走了這樣 所以他那時候作品放到應該是故宮吧 對然後那個時候我記得是鄭綠軍部長 還有特別去形容說為什麼漫畫家的作品 可以放到故宮他的時代意義是什麼 那所以其實我們在做這個胡金泉的案子的彩排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其實他們這兩個都是中國夢 然後以我們兩個算是老台青 講老啊那有點難過 中台青啦 來講這個中國夢的老藝術家會不會有點格格不入 其實想想也不會啦 其實藝術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他們的學術養成都是從那邊來的嘛 尤其是胡金泉那個紀錄片下部 他只有提到他是北京人嘛 然後他是大戶人家的小孩 那只是因為遇到中國戰亂 所以就輾轉這樣子流離失所 然後漂泊在那麼多個國家齁 所以到底哪一邊是他真正的家 其實講起來蠻唏噓的 你看他最後影響那麼多導演很多都在地化 比如說像王瞳導演啊林福帝導演嘛 那這些其實都是我們小時候都看他們作品的嘛 還有侯孝賢 這些都是台灣人嘛 李安這也是台灣人嘛 所以就想想 真的好不容易有這個紀錄片出來 我們真的要感恩啊 對而且我覺得 剛才麥嫂有提到就是說 滑公血淚死這個東西啊 其實我那個時候在看紀錄片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還好那個時候沒有拍成 而且那個時候絕對拍不成 但是這個案子如果在現在的時空背景 有沒有可能呢 我覺得就可能性比那個時候好很多 大很多 但是他應該還是屬於那種賠錢不討好的東西 因為誰要看這種臭兮兮的東西 大家都看上氣啊 看瘋狂亞洲富豪啊 誰要看你這個臭兮兮的 然後呢 拍出來搞不好 又被人家說是真是正確 對不對 但是就會變成說 我覺得現在的好萊塢對於那個 就是別的種族的題材 比較不是那麼西方的題材 是感興趣的 但是也回過頭來看 吳金犬那個時候就是非常的可惜 尤其是他還找到那個吳宇森耶 吳宇森這個名字在那個時候的好萊塢 其實也是響當當的 感覺是可以橫著走的 即使是這樣子呢 他這個花工血類史到最後還是胎死屬中 那明明已經拿到一部分的資金了 那但是結果 胡金犬他就急促的就過世了 因為一個小手術失敗 結果他是在台北過世的 那所以就會覺得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金馬獎又來了嘛 一年一度的 那今年又開始啦 在那邊講說 香港什麼什麼哪裡的片子 有的時候我會覺得到現在 我們就真的看出金馬獎的價值 就是說他是一個全球華人 可以自由發生的一個平台 那 比如說像胡金犬那個時候 他這樣子的奔波在這些地方 但是哪個地方 會是他最主要的養分 創作養分所在呢 不得而知 然後哪個地方是他可以拿到最多資源的 可能也不得而知 那但是 因為他的這個廣大的影響力 他其實是整個 可以說是 譬如說 至少香港 至少台灣 或者是一部分的美國 的這些創作的 創作的人才 都是受他的影響 讓他帶起來的 我覺得這一點呢 就是必須要給他一個肯定 那 雖然說他玩景很淒涼 我覺得那個也是一個類點啊 我那個時候 就是 下半部 整個的氣氛跟上半部 超級不一樣的 因為就是 下半部的很多人 尤其是他們 雖然說他們跟 胡金犬比起來他們是完備 但是呢 他們都已經年事已高了 七八十八九十歲了 然後他們 講到胡金犬 驟然的過世 還是 覺得說 非常 全部都大哭耶 對 然後甚至有人是 講不下去 然後 就黃劍葉啊 出離場了 因為黃劍葉大哭那一段 我真的在旁邊忍不住也哭出來 對 太悲傷了真的 就會覺得說他 是懷有大志的人 然後偏偏這麼有 胸懷大志的人 是有志男生 你就會覺得特別的難過 然後 尤其是他 這麼偉大的藝術成就 但是他的玩情 卻如此的淒涼 就會覺得 唉 世間哪有比這更難過的事情 他其實是在他的 在世的時候 就已經得到名聲 他也不是像 飯谷那種死後 才得到好的評價 但是那個大起大落 真的會讓人很難過 那所以我覺得 就是大家去看這個 上下半部的時候 各自要做的心理準備 是不太一樣的 那上半部的時候 你就是會覺得說 驚呼連連 然後你也會覺得說 最好是做一點功課啦 不然我覺得現在的人 可能對於胡金泉 那個時代的 引人也好啊 或者是作品也好 可能都有點生疏 建議可以先就是 看他的作品 然後最主要的幾部作品 然後再去看 你就會覺得說 哇他真的好厲害喔 那看下半部的那個 準備又不一樣了 就是你準備 手帕啊 衛生紙 因為那個 就是胡金泉這個人的人 人生真的不太順遂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觀影經驗啦 因為我覺得這麼樣厲害的藝術大師 我們都應該要去知道他的生平 尤其是武俠片 這個類別實在太特別了 如果不是我們這樣子的環境 其實是很難拍得出來的喔 那如果我們以現在2022年來說 我覺得 可能放眼望去也是只有台灣 比較有可能 呃作為這個 這樣子的創作類型 來進行啊 你像現在的香港跟中國 他們可以拍嗎 或是他們派出來的東西能看嗎 他們 知不知道什麼叫武俠的精神 呵呵呵 所以我覺得 呃 我覺得都 大家都 呃很推薦去看啊 那呃 而且他 據說是分開上映 所以他會先後的上映 所以 不妨就是 上半步下半步都來去看 那也不用像我們這樣子啊 我們那個時候都不敢喝水的 進場都不敢喝水的 雖然中間有那個休息時間 但是呢 就是要提醒自己 要打起精神 那如果說分開來看的話 其實就不會有這樣的困擾了 我覺得都 上下半步都非常值得看 好 那這是我的觀後感 那麥嫂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其實我覺得看完這部電影 就當作齁 就是在回顧一個偉大的影人 他的一生啊 然後還有他幾個重要的代表作齁 其實真的是 在我們的印象當中齁 都是手去一指難以超越的作品齁 所以 呃我跟Luca呢 這一次再怎麼樣 也是要感謝片商邀請我們齁 那個一次可以連看上下部紀錄片齁 而且是搶先特應齁 我覺得非常的幸福 那尤其是我們後代這些影人齁 再怎麼樣齁 基本上還是要尊師重道一點 我覺得 尤其是針對武俠片 要怎麼樣認真地去揣摩雕琢 這都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齁 尤其是你看幾十年後的臥虎昌龍 到現在好像要再舉一部很優秀的武俠片 好像也舉不太出來了齁 你就知道那個 真的當年齁 以那個資源那麼稀少齁齁 技術還不是那麼先進的那個條件之下齁 胡金拳就可以拍出這麼優秀的作品 有多難得呢齁 OK 那今天呢就是我跟Luca跟大家介紹的這一部齁 即將要分成上下部上映的大俠胡金拳 那如果喜歡我們頻道的話呢 請你在各大收聽平台給我們個五星評價 或是敲碗留言 希望我跟Luca下次可以再討論什麼樣的題目齁 或是覺得我們真的蠻有心創作 想要鼓勵我們一下的話也歡迎你給我們一點涼草齁 讓我們繼續創作下去 那我們就下次見拜拜 拜拜 拜拜